這樣的思想 甚至還可以臉不紅氣不喘的 把它給講出來 羞辱女性 直接用這樣子的羞辱的言論羞辱對手吳思瑤 甚至也不只吳思瑤啦 其實大家看到昨天現場還有包括 國民黨的議員許巧欽 都為他說你要趕快回去 做這個事情 好像女性在社會的價值就只剩下做這件事情了 像這樣子的言論我只有覺得這是讓人罰子 但我們更疑惑的事情是 國民黨難道第一次知道他會這樣講這些話嗎 當然不是嘛 楊志良就是前科累累 以羞辱女性為常 但為什麼這些國民黨候選人到現在 還是不斷的邀請楊志良來助講 很明顯嘛 因為 其實國民黨根本就不在意 平權的價值 國民黨根本就不在意 這些 撕裂跟羞辱 女性的言論 對社會造成多大的負面的影響 你認不認同 楊志良這樣的言論 第二個 對於 你找出來的助選員 在公開的場合說這樣的言論 國民黨包括朱立倫主席包括侯友宜 包括這些 幫他搭台的立委候選人 要不要出來一併跟大家道歉 要不要跟女性道歉 要不要跟兩性提權道歉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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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